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Cosmo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魏晨 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意思的故事 还拍了很多特别的照片 觉得非常开心 新的一年马上要到了 在这里祝所有Cosmo的朋友新年快乐 新年所有的梦想 愿望都可以实现 马上就要到生日了 想对30岁的自己说什么 30岁了已经 我觉得还是保持一颗很自由自在自我的心态吧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工作很多啊 然后压力也很多啊 然后不管是自己给自己的还是外界给予自己的都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一颗轻松的心态 然后边玩边工作的状态就是最好的 对啊 算是一种奖励和享受吧 2016年有开演唱会的打算吗 我觉得一定要开啊 对啊 因为是减肥的最佳时机 每次开演唱会都会瘦很多 最想请的嘉宾是谁 最想请的嘉宾 有好多朋友都提前在预约了 对啊 所以看看他们的档期吧 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什么 新专辑《白日梦想家》 大家一定要听一下 最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最想挑战搞笑的啊 喜剧的也可以 或者坏人也可以 特别一点的人物 对 比较喜欢 你的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周杰伦 如果让你采访他你想问他什么 我采访他 问问他 当爸爸的感觉怎么样吧 会不会参加爸爸去哪儿 收到过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太多了 每次 我觉得演唱会大家给我的惊喜吧 是我觉得准备这么久 演唱会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和反馈 然后我觉得每次都印象很深刻 你的女神是谁 我的女神 徐帆老师 在KTV除了唱自己的歌 还唱谁的 我太久没去过KTV了 我想想唱 菲姐的 聪聪那年 觉得朋友圈里谁言之最高 朋友圈里 朋友圈里都是实力派 现在几乎是90后的时代 作为一个80后 有没有觉得自己老了 当然了 时间过得很快 就来不及感受 你就会觉得 转眼间已经输到八年多九年的时间了 有什么特殊技能吗 特殊技能 比如说 卷舌头 或者是动耳朵之类的 耳朵不会动 不会动 你的酒量是多少 酒量 我也不知道 很少喝酒 最喜欢吃什么水果 最喜欢吃西瓜 喝什么咖啡 喝美式 生气时别人怎么哄你 别人不用哄我 生气时不要打扰我 有纹身吗 有的 做两个逗逼的表情 如果给你十天假期 没有手机 你打算干嘛 或者去哪 太棒了 我就在家待着我都已经很爽了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就回家 回家是最容易放松的 想去哪旅行吗 想去哪旅行 想去马尔代夫 和谁去 和家人 做两个卖萌的表情 最后对我们Cosme的粉丝们说一句话 真的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 在各个方面都会继续努力的 尤其是2016年 会有自己的新的专辑之外 还会有新的电影 会跟大家见面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魏晨的作品 多多关注Cosmo 然后希望 不论是魏晨还是Cosmo 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轻松和快乐